它在池袋就是超級有名 光光可不可以必去吃的拉麵之一 嗯 很濃 很濃對不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Joyce 我今天呢想要來給你們開箱一款拉麵 它就是 登登 無敵家的豚骨醬油拉麵 那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無敵家 它在池袋就是超級有名 光光可不可以必去吃的拉麵之一 那他們家最有名就是它的湯頭 它湯頭呢就是熬製13小時的豬大果 還有添加豬備油 然後來熬製而成的湯點 那它是非常濃郁的 每天它店家外面都會排著長長的人籠 那它也是池袋必吃之一 我跟我姐之前有去過日本 然後也有吃過一次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它湯頭有點太過濃郁了 濃郁到我覺得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 那麼濃郁的湯頭 那它這一次呢就推出 跟7-11聯名的這個拉麵 那這個口味呢就是他們招牌豚骨醬油 那不知道它的湯頭吃起來是不是跟店裡一樣濃郁 那我們就吃吃看吧 那它上面呢就有附一個這個東西這個醬包 那它上面就是寫說你呢先不要把這個醬包丟進去裡面 吃到一般的時候呢再把這個醬倒進去 你的口味就會變更 那我們就來泡泡看 那裡面它已經有麵還有這些配料都在裡面 那還有一個這個這個呢就是它的湯 那我們去加熱水 然後呢我剛剛發現它杯子旁邊有寫 在剛剛黏在碗上面的這個叫做結醬 那我們等等吃吃看好了 因為我有點看不懂它這什麼意思 剛剛加進去的白白的我覺得應該是臀骨的東西 泡好了然後它的味道超級香 它是真的是那種臀骨的味道 然後它還有加一點這個筍子 所以它筍子的味道也蠻重的 然後它的湯頭整個顏色看起來 我覺得蠻像我們去那邊吃的感覺 我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顏色 你看它的顏色是呈現那種乳白色 就是看起來就是熬了很久的豬骨湯的顏色 而且它上面還有飄著油 應該就是豬油 我覺得還原杜作的蠻像 然後香味也真的算是撲鼻而來 然後味道很重 いただきます 試試看 而且它的拉麵也是這種 就真的是用真的拉麵的感覺 不是那種泡麵比較軟的那種麵 試試看 我覺得它還原度有做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去吃無敵薑 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第一口吃進去 我就跟我姐 立刻跟我姐說 我覺得這吃下去完我會中風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湯頭 算是非常濃郁的那種 味道很香 但是它很鹹 又鹹又濃郁 然後濃郁到你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可以喝嗎 我覺得有 它這個真的就是鹹 然後 它麵吃下去的口感 呃 沒有像現場吃那樣子 那麼的 當然就是現場做的拉麵口感 但是我覺得它已經算是有還原度 大概有做出 五六十的程度了 喝喝看 哇 可是它的湯很鹹耶 非常的鹹 但是我覺得沒有現場 喝起來那麼那麼的濃郁 但是是好吃的 來 你喝喝看 很濃 很濃對不對 有還原出來對不對 它好濃喔 而且我覺得它比那邊更鹹耶 對對更鹹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水可能要再加多一點 可是我很怕 因為我覺得它加多 它就沒有那麼濃的感覺了 我覺得以泡麵來說 還原度做得非常高了 對 但一蘭更厲害 喔對對對 一蘭更厲害啦 一蘭算入 好好好 嗯有 可是我跟你講 濃度就降低了 他說吃到一份的時候可以加這個醬 我在想應該就是他們桌上很多的那種醬料 然後他就附一包給你 然後怕你吃你中間你就可以加 我發現他們家的湯頭跟醬油都是狗狗的那種 它醬油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是狗狗一點的 它湯頭的顏色就變 立刻變比較深一點了 然後 聞起來 我覺得應該多了一個魚的鮮味 你喝喝看 喔 魚啊 對不對 魚 嗯 怎麼樣 嗯 就直接變成魚的那種味道 我好像比較喜歡沒有加之前 啊真的喔 我喜歡沒有加之前 因為我覺得沒有加之前 它的豬骨的那個湯頭比較濃郁 比較就是 比較強烈一點 這個就真的有點淡掉了 變得比較柔和一點的味道感覺 嗯 而且我跟你說 我覺得他們家跟其他家拉麵不一樣的是 它有湯頭 我要給你們看 一定是比較偏 狗狗一點的 好啦 那今天無敵家泡麵的試吃就到這裡 那我自己的感想是 我覺得它還原度 雖然沒有到說百分之百 可是我覺得至少也都有60到70 那我解釋說 它覺得一蘭拉麵的還原度是更高 我想說當然 因為人家大概研發了20年吧 好啦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 今天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等等 等一下 我在講什麼 太快了